三棟完碎,分兵三路來進攻,孔明叫了趙雲和毅賢兩元大將來,哈哈,知又不派他們出戰。 剛剛向了黃平和馬忠交代了作戰任務,孔明又叫張宜,張逆來吩咐他們。 你倆率領一支軍隊,由中路迎敵,今天作好準備,明天和黃平馬忠一起出發。 我本來想命令子龍和文祥去,不過他們倆都不熟悉地理,故此不敢用他們。 張宜,張逆就接受命令去了。孔明下達命令,兩次都提到趙雲和毅賢不熟悉地理,故此就不用他們帶兵出戰。 趙雲和毅賢當然不高興了。孔明說,不是說我不用你們兩位, 家印兩位的年紀都不輕了,這處的地形又複雜,很危險,萬一被南蛮暗算,就挫折了我軍的銳氣。 趙雲說,如果我們熟悉這處的地理,又怎樣呢,軍師? 嗯?你兩位一定要小心謹慎,不要輕舉妄動。 孔明!趙雲毅賢就很無印地出去了。趙雲請毅賢回去自己的營仔商量。 趙雲說,我們兩個是先鋒,但是又說我們不熟悉地理,不肯用,反而用這樣的後輩上陣,你說我們醜不醜? 趙雲說,趙雲,我們兩個現在立刻出去,親自去探一下老,逐他們的土人回來,聞清楚情形,叫他們帶老去襲擊萬兵,那就一戰成功了。 趙雲說,好,適合趙雲心水。 於是他們兩個就立即上馬,運中路一直走。 走了沒幾多里,遠遠是見到燕塵滾滾,就上去山坊望一下。 哦,原來前面有幾十個盲兵騎著馬飛跑過來。 他們兩個就分兩邊,一下子衝下去,嚇到那些盲兵嘩嘩聲挖回頭。 然後趙雲、毅然各人都生禽了幾個盲兵,帶了他們回去營寨,叫他們不用怕,請他們喝酒吃飯。 然後就長長細細地問他們,這樣就問清楚了。 原來前面就是金環三結元帥的大本營,在山口那裡來。 大本營旁邊,一東一西的兩條路,分別通去五溪洞,和董徒那阿惠南的營寨背後。 於是趙雲、毅然就點了五千名精兵,由續回來的盲兵帶佬實行偷襲。 他們二間出發,趁著有月息,一路急行軍,就去到金環三結的營宅的時候,大概是四間。 當時那些盲兵正是起身煮飯,準備吃飽飯,天幫就會跟熟軍打仗。 誰知道趙雲、毅然都不用你請,就殺進來了。 殺到那些盲兵亂大龍。 趙雲飛馬直殺入中軍,剛剛撞正金環三結元帥,交馬一個回合。 趙雲一槍就撞了他下馬,跟著割了他的首級,綁在馬頸下面。 三爬兩撥,就打到金環三結的軍隊全潰散了。 跟著呢,毅然就分一半兵馬,由東路包抄董徒那的營寨。 趙雲帶著其餘的一半兵馬,由西路包抄阿惠南的營寨。 當他們殺到萬兵營寨的時候,已經天光大白了。 現在先說一下魏妍,他是殺了董徒那的營寨。 董徒那聽說後門被人兜督將軍,趙雲帶兵出去頂著。 誰知道營寨的前門,哇,響起立喊一聲,原來是黃平的兵馬殺到。 哇,兩頭夾攻,那些萬兵根本就沒得頂,打到零兵賴敗。 那董徒那就拼命走掉了,魏妍追他不了。 趙雲帶兵殺到阿惠南寨後的時候,馬東已經殺到寨前, 又是兩頭夾攻,打到萬兵大敗。 阿惠南趁亂走掉了。 打勝了仗,就各自收兵,回去見孔明。 孔明問,三動蠻兵,走掉兩個動主。 金環三節元帥的首級在哪兒? 趙雲就將首級呈上去獻功。 然後大家又說了,董徒那阿惠南,都是掉下匹馬爬山逃跑的,所以沒法追到他們。 孔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他兩個啊,我已經做到了。 已經做到了? 大家以為孔明說笑,都不相信是真的。 哈! 怎料過了一會兒,張儀就押著董徒那來到。 張儀就押著阿惠南來到了,大家都驚奇得不得了。 孔明說,我看過呂海畫的地圖,已經知道三動蠻兵的形態在哪兒了。 故此呢,就用說話來激起子龍和文祥的鬥志,等他們深入重地,首先攻破金環三節,跟著就奔兵兩路,由背後包抄兩個形寨。 我又派黃平馬中在寨前接影。 這個任務,非子龍文祥兩位擔當不起的。 我料定董徒那、阿惠南,必定由捷径運山路走的。 故此,預先派了張儀和張逸,埋伏了人馬在那兒伏他。 又派了關索大兵去接應,所以就抓到他們兩個了。 人人都服了,都說,成商的計謀真是鬼神莫測啊。 孔明叫人押董徒那和阿惠南進來。 申請他們喝酒吃飯,還送衣服給他們。 祝福他們不要繼續幫孟磨做壞事,然後就放他們翻動。 董徒那、阿惠南感動到流眼淚,扣了幾個頭,就運小路翻車。 他們走了之後,孔明就對大家說, 聽人盲獲一定會親自帶兵來施殺的,到時抓他就對了。 於是叫趙雲毅然來,把計策告訴他們。 他們各帶五千兵就出發了。 然後孔明再叫黃平、關索,率領一支軍隊如此如此,黃平、關索又出發了。 孔明調兵的遣將員,就滋滋悠悠在中軍將等候勝利消息了。 好了,現在講的蠻黃萬獲,他聽見哨馬的報告,說三棟元帥都被孔明逐了去。 捕下的兵出,就好像阿龍燒炮散了那樣,鬱到他吹鬚瞪眼,馬上就撿起蠻兵去進攻附軍。 走到半老,就撞著黃平的兵馬,大家都擺開陣勢,黃平是首先出馬。 只見蠻兵陣上門騎一開,幾百名南蠻將軍騎著高頭大馬,回去兩邊排列。 然後呢,孔末在中間出馬。 哇!好威風啊! 只見他,頭戴嵌寶紫金官,身兵鷹落紅錦袍,腰臉獄獅子戴,腳穿鷹嘴沒綠虛,騎一匹卷毛赤兔馬,發兩口松紋雙寶劍,氣勢昂昂,目凶一切。 對呀!他們左右的蠻將說:「人人都說,朱國良好色龍兵,看看他這個陣,旗又暖,這兵排個隊都不得齊整,刀槍劍擊,沒一樣厲害過我的。 這樣看來,以前那些人說的,全部都是說謊的,早知原始,我作犯很久了。 嗯?你們,誰敢去,逐個贖將回來,振奮軍威?嗯? 孟窩說話未遠,有個蠻將應聲而出,他叫做亡牙牆,洗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錦馬,衝出去席取黃平。 兩個人打了幾個回合,黃平虛訪一刀就走,孟窩大喝一聲,追,帶領蠻兵一路追殺過去,關索上前迎戰,打了幾個回合又走了。 大約退了二十幾里,孟窩正追殺得慶高采烈,誰知道殺的喊殺連天,左有章矣,右有章翼,兩路復軍一齊殺出,截斷了歸路。 王平關索就立即帶兵殺回頭,前後夾攻就打到萬兵沒得頂。 孟窩帶著一群部下的將領拼命地打,殺開血路就走掉了,就向著錦大山那邊逃跑。 在他的後面,三路復兵追殺過來,孟窩正拼命地打,突然間,前面有個標軍馬攔著去路, 為首啊,袁大將乃是常山趙子龍啊。 孟窩一見,嘩,驚啊,放塞塞就運小路去錦大山。 趙子龍衝殺了一輪,打到那些萬兵,嘻嘩嘩輸都沒得搬,做了俘虜的無數那麼多。 孟窩只是帶著幾十人,騎著馬跑進去山谷裡面,後面的屬兵追得很緊, 他跑著跑著,前面的路越來越窄,馬都不能走, 或是扔下馬匹就爬山逃跑。 誰知道在山谷之中,噴噴聲的箭鼓一響,復兵一起湧出來, 原來是毅然根據孟窩的計策,埋伏剩五百名步軍在這裡來的。 孟窩哪裏有得頂啊,兩下手腳而已,就被毅然生禽活足, 跟隨他那些人都投降。 毅然押著孟窩,回來大本營見孔明。 孔明早就吩咐人殺牛湯羊,在營寨大排延席等候。 孔明在中軍帳裡頭,排列著七重衛兵, 道昌劍擊韓光閃閃, 儀仗兵就守得如刺的黃金虎穴, 打起大洪羅山,左右兩旁就排列著羽林軍, 真是氣勢威嚴。 孔明端端正正地坐在中軍帳內, 這個時候,只見那些俘虜回來的蠻兵, 嘻嘻嘻地壓到來了, 嘻嘻,好多人啊。 孔明就吩咐跟他們鬆綁, 然後對他們說, 你們都是好白省, 不幸運被孟窩抓去當兵, 淡鏡愁怕,受了好多苦了。 我想現在你們的父母兄弟, 妻子兒女, 真是站在門口看著你們回去, 如果他們聽聞你們打敗了仗, 必定是牽腸掛肚, 哭到雙眼都流血那麼淒涼。 我現在將你們全部放回去, 讓你們各人的父母兄弟, 妻子兒女安心。 孔明講完說話, 就吩咐給酒給菜他們吃, 還送些米糧給他們, 然後放走。 那些蠻兵呢, 初時說做了俘虜了, 就算不用死, 都要割耳割鼻的啦。 誰知什麼都不是, 有得吃有得拿, 平平安安放回家, 好奇喔! 嘩! 大恩大德啊! 個個都感動到流起眼淚, 猛那麼叩頭多謝, 然後才翻車。 放走了蠻兵之後, 孔明就叫人騙孟窩來了。 沒多久, 前推後勇, 將孟窩綁著拉到來, 跪在孔明面前。 孔明問他, 先帝一直都沒有代搏你呀, 你為什麼要作反呢? 哼! 梁川的地方, 本來都是人家的。 你主公, 持著勢力大, 就肯定搶了他, 自己封自己做皇帝。 哼! 我世世代代都是你住的, 是你們不講道理, 侵犯我的土地, 我有什麼作反不作反啊? 那我現在逐到你了, 你心服不心服呢? 放山路窄, 一時不小心, 被你逐了。 哼! 我當然不服啦! 好了, 既然你的心不服, 那我就放你回去, 好不好啊? 哼! 你放我回去! 好! 讓我重整兵馬, 跟你決個癡孔, 如果你再服到我, 那我就服啦! 好啊! 孔明立刻吩咐和他鬆綁, 給他衣服獎, 請他喝酒吃飯, 還送匹馬給他, 然後就放他走。 重將官見孔明放了, 孟明就問孔明啦, 成相啊! 孟明乃是南蛮的巨灰, 今天好幸運抓他回來, 那麼南方就平定了, 成相為何又要放走他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祝他啊, 簡直是探囊取物啦, 不過一定要韓服到他的心, 他的心服, 南方就自然平定的啦! 重將官聽孔明這樣說, 都不是很相信的, 現在說回孟窩, 當日他走到爐水, 就遇到他手下那些殘兵敗仗了, 各位, 爐水是從哪裡來的呢? 爐水啊, 是古時的河流, 今天已經不是這樣叫的了, 爐水指的是, 今天雅龍江下游和金沙江會合, 那雅龍江以後這一缺就是爐水, 是在四川雲南交界的地方來的, 那麼當時那些蠻兵見到孟窩啊, 真是又勁又喜, 對著孟窩啊, 猛地叩頭啊, 大王啊, 大王啊, 你怎麼回來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孟窩就撒謊了, 那些屬兵啊, 將我運在帳篷裡面, 我, 後他們沒有防備, 一用力, 白地割斷繩, 殺死了他十幾個人, 趁夜晚, 黑媽媽就走掉身, 走到半路, 遇上, 他們放哨的一個馬軍, 又被我殺了, 搶了他的馬, 那便扔回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蠻兵啊, 歡喜到無手無腳, 便跟著孟窩渡過了爐水, 紮好的形寨, 然後呢, 就召集各棟油長, 將那些被屬軍俘虜了, 又釋放回來的蠻兵啊, 陸陸陸陸陸陸招聚回來, 總共還有十幾萬人啊, 這時, 董徒那, 阿滬南都回去了自己的棟樹, 萬窩派人請他們, 他們兩個都怕萬窩, 無法子為了硬著頭皮, 率領那些動兵去世, 各棟人馬到齊之後, 萬窩就命令話了, 大家聽著, 朱葛亮的计划 我已经知道了 不要跟他打 打到就中他的诡计了 我告诉你们听 他们的属兵 是这么远来到 很努苦的了 何况 现在正是天热 他们怎么住得长的 我们 凭击着露水 这个险要地方 将所有的船隻 木牌 导扣着在南岸 沿着河岸一带 捉起城墙 总之滑心些河沟 淋高些宝女 看看他朱葛亮 还能处得些 什么鸡某 是 大王说得对 大王说得对 那班游长都听从万莫的命令 将所有的船隻 木阀都撐过来南岸 扣住了 沿着河岸一带 都捉起城墙 又在那些衣帮着山崖的地方 踏起高高的滴楼 在上面 处备定很多功佬炮石 就准备长期坚守 粮草 都分别由各洞来到 运输供给 盲莫以为这次这样的部署 是万全之策 他真的一点都不忧了 好了 现在说回孔明 他捉述军队 是长驱直进 很快他的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楼水 这一天 孔明接到报告 说楼水上面 完全没有船者 水流又非常之急 对岸带他捉起了城墙 数数都有万兵在那里把守 当时正是五月 热到不得了 特别在南方那里 这日头是拿人的 士兵的盔甲都不穿得了 穿着真是焗死泥 孔明接到报告 就亲自去楼水岸边观察了一番 然后就回去营宅 召集将官来下达命令 孔明说 目前万祸的兵马 驻驾在楼水南岸 做了很多防御工事 来抵抗我军 我既然带兵来到这处 怎么都不能够白走一趟 毫无结果就回去 现在你们各自率领 本部人马 去选择一些树木 茂盛比较阴良的地方 让人马好好休息一下 于是孔明派了旅海 这么做就去问孔明派了 下官见到旅海建筑那些刑寨 觉得非常不妥当 往日先带于东吴的时候 那些刑寨布置就是这样的了 现在又饭到正了 倘若万兵偷渡炉水前来劫宅 万一他们用火弓就没得救了 那些刑寨 哈哈哈哈 不用担心的 我自有妙算的了 真的 有什么妙算啊 长远他们真是估不出孔明 这样部署是什么意思了 有个日 马袋在后方 压运梁植和解暑约来到 马袋拜见过孔明 又将粮草药品分派给四个寨 搞定了之后 孔明就问他 马将军 你带了几多兵来 有三千人 现在我这处的士兵 为人打了这么久仗 已经非常之疲乏 所以想用你带来的兵 不知道行不行 大家都是朝廷的人马 势不分彼此 情商要用 万死不辞 好 现在孟祸他守着炉水 不过得去 所以我想先切断他混粮道路 使得万兵自己乱起上来 请问丞相 怎样切断 离开这里一百二十里 在炉水的下游 有个地方叫做沙口 那处的水流是比较缓慢 可以扎些木牌撑过去 马将军率率领本部三千人马 渡过炉水 直入盲洞 首先切断盲兵的梁岛 然后去找董徒那 阿汇南两个洞主 切断要他两个来做内应 真命 马袋高高兴兴接受了命令 就带兵出发 他去到沙口之后 就准备过河 那帮士兵见到水那么浅 大多数都不坐木牌 干脆脱了衣服 就这样降水过去 啊 谁知过了一半就垂下了 哇 糟了 急急救起的人 翻上岸了 一会儿那么多 口鼻都流血 就死了 嚇到马袋 怕了 留夜赶回去 说给孔明 什么有这样的事吗 孔明立刻叫响道来问他 那个响道是土人来的 他说 这样的 现在是天热 那些毒啊 坠在露水里面 日头是热的 那些毒气发出来了 如果有人过河 就一定中毒的 如果喝了水 个人是死的 哦 那怎么才要过得河呢 要过河都行 不过就不能够在日头 一定要等到夜静了 水凉了 毒气不发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 过河也好 喝水也好 就没事了 原来这样的 孔明就叫这个响道土人带路 挑选了五六八个 精壮的士兵 跟着马带去到沙口 扎起木牌 在半夜过河 哈哈 果然是没事了 得法啊 于是全部人马平平安安都过了河 马带带着二千名精壮士兵 由土人带路 直取甲山羽 甲山羽的形势 非常之险要 两边都是山 中间是一条路 只能够一人一马 这么过的 真是好话 不要听 个人肥一点都不能过的 这处啊 是曼洞问梁的必经之路 那么马带 占据了 夹山羽 就扎好营寨 那些蛮兵 那些蛮兵还污漆 那天 咽咽咽咽 就借梁来到 被马带一前一后 折住 抢了他百几部梁车 走掉那些蛮兵 就回去报告 孟窩之力 孟窩 这阵时 在宅里 都不知道 多疏干 中之 无日 喝酒快乐 连军武都放松 不理了 这一日 他正是从那帮游长 在那里喝酒 个个都喝到 面是猪肝的色 孟窩就对那帮游长 说 我们 若果跟猪国梁对职 就失踪他的奸计 现在 就不怕他了 有一条 那么险要的路水 做平掌 我们 牢牢地守住 硬是不和他打 和那些属兵 受不住 今天 必定要撤退 到其事 我 带着你们 追着属兵的后面 慢打 失足到 朱国梁 突然间 有个游长 说 大王啊 大王 山口那地方 那些水很浅 如果被属兵 在那里捐过来 就拿命了 要派那些兵 去守住那里 才行 哈哈哈哈 你是这些人 土生土长 你还不知道 属兵 要在那里 过河 我 真是 巴不得了 一个河 硬是 死在那里 在那里 河 都可以 不是 大王 如果有人 教属兵 晚上过河 那 那又怎么办 用什么 忧心 我们的人 怎么肯 帮助 敌人 不要 有怕 没有 有怕 没有 有怕 喝 喝 正在那里 喝酒 有人报告 说有 很多属兵 偷渡 露水 切断了 甲山 御良 是打住 平北将军 马代 其号的 那样 孟莫 说了 让他 区区 小背 船得 什么 不要 有怕 就派了 副将 亡牙 抢 但是三千 万兵 就赶去 甲山 御了 现在 说 马代 他见到 万兵 来到 就出齐 两千人 马 摆在 大山 前面 两阵 队远 亡牙 就出马 跟马代 交锋 嘿嘿 一个回合 给马代 一刀 立刻 就变成 没有 有怕 什么 没有 有怕 斩 死了 什么 都 不用 怕 那些万兵 大败 就赶回去 见 孟窩 说 马代 很厉害 孟窩 叫将官 来 问 谁敢 跟马 打过 董 走出来 说 他敢 去 孟窩 就很 欢喜 叫他 带 三千兵 去 孟窩 这次 又不敢 大意 他怕 朱葛亮 又是派 人 偷渡 盅水 所以 立刻 派 阿 汇南 带 三千人 马 去 把守 沙口 了 完成了